每年的9月第三周是国家病人安全周 今年是以孕产儿安全为主题 高雄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就邀请了两位孕产妇 分享了自身的经验 像是会经常流产 其实咨询产科医师找出病因 也能健康平安地生下宝宝 而医师也呼吁了孕产妇还有家属 要多留意身体及宝宝的状况 就可以降低生产事故的发生 把握关键 铲除风险 病人安全周正式启动 把握关键 铲除风险 就是今年病人安全周的主轴 高雄医学大学附设医院 特别邀请两位孕产妇 分享自己在怀孕过程中 像是宋小姐在经历流产后 才知道自己有免疫疾病 还有这一位杨小姐 好不容易做试管婴儿怀孕 在怀孕后期因为脑部长瘤 压迫导致癫痫发生 凸显了生产安全的重要性 在还没有经历流产的时候 都会以为有宝宝的困难 但是受孕这件事情 对然后我从来没想过说 原来怀孕其实不难 但是难的是要怎么让宝宝平安 然后周术足够健康出身 我没有想到原来这是一个 需要非常多的努力跟很可能有时候 需要搭配很多医疗团队的付出 我们才能一起迎接一个健康的宝宝出身 其实我从以前从小时候到现在 没有发生过癫痫 所以自己也会觉得很奇怪 因为我的那个子电签证的各项指标 其实都很正常 对那我的饮食生活都很正常 非常正常 因为其实在怀孕之前 做试管的时候就有养身体 调养身体 那调养身体就会尽量让自己的作息 饮食都非常正常 所以其实 其实这个方面指标其实都正常的 所以会后期会发生点险 我自己也是蛮惊讶的 高一还特别把这两位孕产妇的案例 拍摄成影片 呼吁孕产妇要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 尤其是家人在旁的支持和关怀 再加上发现身体不对劲 就要洽询产科医师 都是可以降低生产事故发生的重要因素 定期的产检 然后配合医生的一些治疗 那就是注意自己的胎动 或是一些特殊的一些症状 像是有出血或疼痛 或是一些特殊的情形 像我们这边的案例分享的 一些癫痫的发作 都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 孕期的时候 如果我们有检查到一些其他的问题 像是一些高血压 或者是说糖尿病的问题的话 一定都要跟医生配合 做很好的追踪 其实孕产的当然全部只是医生需要注意 其实产妇本身跟先生 也都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帮手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全球每天约有810名妇女 死于可预防的怀孕和分娩相关原因 约有6700名新生儿死亡 希望透过病人安全州的活动宣导 提升孕产儿安全认知 共同为运产妇创造幸福 平安且顺利的产生 降低生产事故的发生